有人说,禁土宗在中国只有善导大师一人,其他十三、十二位祖师都不是专修禁土的,不能成为中国禁土宗祖师这种说法,对吗? 他们说真正的禁土宗已传到了日本了,唐代后中国没有真正的禁土宗,这对吗? 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大家好,居士从业风水二十六年,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针对八字测算,风水布局,命力分析,事业财运,首相面相,感情婚姻,有独到专严见解,如果你的财运不佳,情感不顺,诸事烦心,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3353535,他非常的盛大,被后人一致推举出来的,这里并没有像禅宗那种衣钵的传承,实际上到六祖慧若他也就没有传衣钵了 所以那种说法,最善导大师一人财购禁土宗祖师的资格,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是非常片面非常僵化的一种说法 我们说佛法刚才讲世西坛的因缘 就是这些菩萨古师来到我们的世间 一定要应众生的机缘来实施他的教化 来体现他的一种教学的方法 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东西 那么比如说东晋时候的慧远大使 他作为镜头中第一代祖师 完全是名副其实的 他完成了什么大使因缘呢 就是这种东汉末年东汉明帝以来 镜头中的典籍像《无量寿经》 翻译了已经有七八种了 还有《波诸三美经》这些 翻译之后在我们中国的四种地址 也有很多人在修习这个法 但修习法没有形成一种团体的广大的影响力 往生者也是闪见在各个记载当中 所以到了东晋的时候 这个镜头经典翻译和修行 已经经过了二三百年的时候 他就酝酿了一种新的高潮 但这个高潮的到来 能不能面向全社会推广 它有一个瓶颈 这个瓶颈还是出现在信心上 很难产生信心 镜头经典虽然详细地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以正庄言和往生的种种情形 但是我们地球的人都希望是要有证据 哪不是证据 就很多人还有怀疑 有怀疑这个法门就会受到影响 就传播不开去 所以面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要证据的这么一个问题的提出 慧远大师 组建白灵社 用三十年专修镜头三位的实践 以及一百二十三人潜心修行的经验 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证明 人人都有往生的对象 很多人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临终的时候异乡满师 天约迎空 欲知实至 这么多人的宗教实践 做了一个这么好的证明 而且是以那个时代的知白二重 精英人士组建的团体 做的一个证明 才使得禁毒法门 在我们政党国广泛的传播 可以说没有慧远大师 也就不会有善道大师 所以慧远大师 他也是示意菩萨再来 他已经完成了这么一桩事情 他还不够格做镜头中祖师吗 每个祖师过来 他能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看来慧远大师 是没有建立一些 降辈的进度中的理论 只是闪见了他对念佛三昧 公告意境 念佛为先 包括三昧里面的一些境界的描述 那么这种理论的 理论的完备 那就有待于下一个祖师来完成 这就再经过进度的实践实践 又经过谈论大师 道错大师 道德善道大师 吉大臣 他的关键是铁书 就是五部九卷 就完整的产生了 自古印传来的 这样的一种进度的 以阿弥陀佛的慈悲 救度 本愿为核心的 一种进度中的奔怀 所以善导大师 他是进度中的第二代祖师 他构国 他完成了一双大理论上的建构 他有他的使命 那么以后 像陈远大师 法造大师 像永明元寿大师 廉持大师 这些 他不是专修进度的 但是他却是一往前生的求生进度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 中国一来的修行 是以禅宗和教官为主的 这是主流 净土法门 长期以来是依附性的宗教 依附性的法门 甚至说基本上被教内 把它比较看得比较浅的一个法门 不是主流 不受重视的 所以这些菩萨祖师 要在这个世间 在我们中国这个背景当中 要传扬净土法门 他一定要有个善选方便 什么善选方便 先要视线在禅宗或者教下 大车大路或者大开园节 他才有资格来说服中门教下的贤人 来修进度法门 所以我们言说大师 他是禅宗发言中第三代主持 他是大车大悟 在禅宗没话可说 于是他倒归极乐世界 万善同归净土 他做禅尽事料减 做得很好 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为末法的中门教下的贤人 指出了一条出离生死 仰靠佛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条康章大道 那你看 廉池大师在明末的时候 也是唐宋以来禅宗很深信 廉池大师也是中门开悟的 偶一大师也是中门开悟的 而且教官非常通大 能够以他们大通家的身份 站在弘扬禅宗法门 很有说服力 很有影响力 所以这样的祖师 还不够禅宗祖师的风范吗 所以那种说法 只有善老大师才够资格 其他的十二位祖师都不够资格 这句话是说的太没有水平了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你把佛法这么机械 实际上你对中国禅宗祖师 这样的一种轻薄 一种可以说是你上方上下 这都绑法绑生龙 断仁法神会命 那么尤其说真正的禁度中 到了日本去 唐代以后没有禁度中 这就更是无忌之谈 荒唐之说 他们都有种说法 就是日本人搞的什么三国七祖的普希 好像以后从天从龙树天青就到善导善导就传到了法然等等 可能就这些东西我们看一看 也笑笑而已 也没有必要去跟他去谈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我们都接受这套说法 那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道理 本身日本净土真宗也是养成着我们善导大师 谈卵大师的理念去做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传扬他的日本尊重 本源法 我们就好像我们本土这个思想就已经完备了 没有必要要那个博来评 但是我们对人家要尊重 也不要去批判他们 为什么 因为佛法 他在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的表现形态 是要应众生的根基的 可能这个真宗本源的方式 适合于日本这个岛国的民众的心理 比较重置信心 信机得救 对戒敌他不是太重视 对通途他有时候不是太浓会 等等这些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岛国的心理 可能他这个就是那样才能利益众生 我们也不要去拨持他们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大陆 这种大乘佛法的气象 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 我们中国有这个礼教的精神 我们要传承这样的罗道师三家的文化的精髓 我们要增强持戒意识 中国十三代祖师 都是对持戒非常严谨的 虽然不是靠持戒去往生的 但是持戒能够有效的感同佛地 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根 持戒能够增上我们往生的品位 尤其戒力是佛教的寿命 佛教的床项 佛的戒力没有了 佛法要在这个地球上提前消亡 我们作为佛地子还能不尊重戒力 还能不身体力行吗 所以对刚刚提的两种观点 我们认为都是不正确的 希望我们中国大陆的敬业型人 还是要依照我们中国十三代祖师的思想去做 每个祖师在不同的时代 应激说法表现的形态各有特长 像善导大师在圣堂 随摸堂出 那是中国最好的一段时间 是中国人的福德智慧 最深厚的一段时间 他可以从信心单刀直入 能后夜离心就能出来 能后一往情深的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经 往生者那真是很多 但是到了现在 可能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有有普遍性 这要考量哦 现在我们中国大多的中国人 近百年来没有文化 没有鲁家文化的基础 连做人都做不好 这种内心的非常的弯曲 充满机心 虚假 而且以所谓的成功 第一作为他的生命的目标 内心很无名的 如果你直接跟他去讲净土法门 他可能很难信得及 不仅不相信还以为你是迷信 他还哈哈大笑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得要借助一下鲁家文化 先把他做人做好 所以敬业三福必须要讲哦 你世间的福德做好了 你才能开发出世间的智慧 出世间的智慧出来了 就是般若智慧出来了 你才能对这个净土往生一发 对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救度 产生信心 产生愿力 所以本人倒是觉得 这个时代 印光大师的思想更为契机 卢佛共奉 体现在他的八句话 敦伦敬奋 闲邪陈澄 逐入墨座 众善方向 这是世间善法的传达 出世间善法 就是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 深信且愿 持佛名号 策务大师的 四句话 十六字刚中 我想 在本人 个人浅包的感觉 在这个时代 更应该要把这八句话 把它 他作为我们弘扬净土法门的两亿 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等到这两亿 特别是在第二众生 可以有善导大师的思想灌注进去 同时也要把联资大师 偶遗大师 偶遗大师 测过大师的世界 融合起来 我甚至要觉得 对中国进度中弘扬 要把十三大祖师 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去看待他 所以说 只有善导大师 一人其他都不够主持的资格 所以说法 是极为荒谬的 我们不要去听错 好 南无阿弥陀 感谢观看